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時 上次我們已經把人物的膚色跟眼睛上色了 那今天就是最後一回 那我們就要來幫人物的頭髮還有小物件上色囉 那因為頭髮的上色方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今天要講的是我覺得就是剛使用賽的時候比較容易上手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步驟說明 就是我大致上已經有分了四個步驟 就是首先就是先上頭髮底色決定它的底色 然後再來是使用漸層讓它不要就是讓它有立體感 然後接下來就是陰影還有反光 那就是說明可能不太清楚我們直接來上色吧 然後因為為了節省時間我已經先把就是頭髮的底層上色了 就是最初你決定要頭髮顏色 然後頭髮的顏色我蠻推薦初學者的 就是先試試看就是這種超級淡咖啡的 有一點金色那種髮色 就是我覺得這是最不容易畫失敗的髮色 就是大家第一次畫可以試試看喔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底色上完了 我們就是要來使用第二個步驟 就是使用漸層 那漸層的話也就是選到你的頭髮底層 然後上次我們有講過的鎖定透明像素勾起來 然後先來上淺色好了 就是因為我會用淺色就是把比較亮的地方弄起來 然後深的地方就是比較內層或是底下 那亮布的部分我就是會用這個吸管 低管工具然後去吸它頭髮原本的顏色 然後再稍微把它調亮一點 甚至是用黃色 然後就是用這個筆尖形狀的筆刷 然後筆刷濃度會稍微調低一點 就是我希望讓它可以比較完美的融合 然後混色也是也會把它調高一點 那素質其實我也都是誰一抓 然後就是輕輕的把就是亮布的地方刷蛋 就是刷蛋會有比較一點立體感 然後還有就是外圍部分也可以就是這樣 然後我也會 嗯 讓就是接近臉部的這個瀏海部分刷蛋 就是我喜歡讓它有一點透明感 就是讓它頭髮比較不會有這麼厚重的感覺 好然後接下來我們要來使用深色 深色也是我也會吸就是原本的顏色 然後大家可以就是把原本的顏色直接就是新增在這個色票的地方 就是不用一直吸來吸去 就是今天是為了介紹這個地板工具 然後我也是會使用就是原本的底色呢 然後再稍微調深 調深 然後也是一樣 就是讓它慢慢刷 比如說頭髮內側 頭髮內側 然後 然後 就是這種 頭髮就是可能 轉折處也會有 然後就是五官遮到的地方 我都會 讓它上一點 就是上比較深色 就是這樣 頭髮就會有反光跟陰影的製造出立體感 然後其實 位置也是 看大家 因為 其實畫久之後 就可以大概自己抓一下 需要什麼樣的樣子 然後 我甚至還會再 繼續染 再深一點點的顏色 然後 在一種更深的地方呢 會再把它染深一點 就其實 也是看大家 然後 染色的話 我也很喜歡 就是染別的顏色 例如說 稍微染一點 染色之類的 就 其實 真的是看大家喜歡 因為這個我也是 無意間把它染色 發現還蠻 好看的 對 然後 接下來 就是下一個步驟 然後 現稿 就是 我現在 就是 會在上色之前呢 會先讓它變色線稿 那 變色線稿 就是也是使用這個 鎖定透明像素 然後 因為這回我想 讓它有 比較柔和的感覺 那黑色會使你的 軟物比較 剛硬 所以我都會 用深咖啡色 就給大家看一下效果 會讓整體變得比較柔和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 然後 你也可以 就是 不一定要同個顏色 你也可以就是 用別的線稿顏色啊 就不去嘗試看你喜歡什麼感覺 然後去 變色 然後接下來 我們要 畫髮絲 髮絲我會 開圖層在頭髮底層的上層 來 新增圖層 然後 混合模式 我會使用色彩增值 我也會喜歡深一點的顏色 然後 然後 就開始 畫 髮絲 那髮絲其實也就是 我覺得也可以說是頭髮的 第二層 陰影 然後 其實也不一定要畫那種真的很 四四分明那種 就是 也是看大家喜歡那種 那我最近 喜歡 要簡單的 就大家 第一次的畫可以不用上了那麼 那種 精細 有種色塊感 可以讓頭髮變得很好看 在這裏 有種色彩的 就是 有種色彩的 有種色彩的 做了 有種色彩的 一種色彩的 是 有種色彩的 有種色彩的 是 有種色彩的 有種色彩的 好,我們現在把頭髮陰影上完了 再說一次,請大家在畫陰影的時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哪邊物體,如果髮帶遮到才會產生陰影 或是頭髮比較內部的地方 如果不知道哪邊該上的話呢,我可以先以這個步驟去畫 然後髮絲的話,我有稍微加一點 就是髮絲盡量不要畫太滿,就是像這樣 雖然也有這種做法方式,可是如果拿捏不好的話,很有可能會變得很凌亂 所以建議髮絲就是夾在你畫頭髮的大塊的深色旁邊細細畫一下 就是中間這邊盡量不要畫到它 然後其實這樣已經可以算完成了 然後我的畫會喜歡在這個時候呢 就是一樣用橡皮擦,然後讓它淡化 那筆刷濃度也是調很低,大概10左右 然後我就會在可能這邊有光的部分,讓它刷淡一點 就是會讓整體看起來比較柔和 大概是這樣,然後其實你也可以就是利用這個 鎖定透明像素的功能呢,去做藍色 例如說可能再用更深一點的咖啡去加深內部等等 接下來就是,我也把那個蝴蝶接還有背包的地方 然後我一樣也會用這個鎖定透明像素 然後就是去加深跟打亮,就是剛剛說到的上色步驟第二個 就是也適用在我覺得也適用在小物件身上 那一樣也是嘻哈上面的顏色,然後選淡一點的顏色 或是調亮一點,然後去打亮,去讓它有比較立體感 大概是這樣,然後就是蝴蝶結也是一樣 然後大概就是,漸層弄完之後呢 我會在這個時候再加一個塗層,然後去幫它上陰影 那陰影的話,我混合模式也習慣用色彩增值跟水彩邊緣圓 然後一樣就是我也是用,就是用灰色或者是帶有點紫色灰色 就其他顏色也可以就是去用它 然後我也會,有時候我也會用這個鎖定透明像素功能 就是這個真的很好用,然後利用這個步驟去做藍色 因為我現在是有點紫色的灰色 然後這個時候我也喜歡就是用藍色,然後去混色 就是藍色我覺得是蠻方便簡單 然後又可以讓色彩更豐富的一個功能 就是大家可以多利用 就是大家可以多利用 然後有時候可以改變黃色 就是在我們邊界最容易消失的地方 就是上黃色或是亮橘色 然後讓它兵分的感覺 好,大概是這樣 然後最後我們就要來幫人物就是上最後步驟就是亮光點 那亮光點,我是有時候可以直接上次畫眼睛的塗層 或者是另外開一個塗層都可以 然後可以使用比如說筆刷能量度調低 然後大概刷一下外圍 可以讓它有陽光照射的感覺 就是在外圍的部分 然後發光可以調到線稿上方 就是讓一點點的線稿 讓它也追得到 就是這樣會有 很像真的在燕陽 可能陽光照射後方照 然後外圍的部分可以讓它 就是盡量上在外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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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後其實這樣就差不多完成了 然後最後稍微講一下 就是反光點的部分 就是假如說今天你們要做這個 可能陽光灑落的感覺 就是先暫時關掉它 然後我們開一個新的塗層 然後混合模式也是用發光 然後反光點的部分 也是有很多種做法 那我覺得就是有些人可能會 喜歡用這種一絲一絲 畫好幾個 然後加在頭髮外面 就是一種 然後也有一種 就是我覺得 比較簡易又 比較方便 就是 也不容易失敗率比較低 就是這樣我越點點 然後大小可能 就是大小不一 越內側 點點越小 然後大概上在 你設定的反光點的地方 然後這個步驟做完的話也可以 就是 再利用這個 筆尖的形狀 就是濃霧的感覺 然後稍微放大一點 然後筆尖濃度也是調低 然後稍微再 外圍加一點光音 然後 讓它有 就是 有一點發光的感覺 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 就加上剛剛的發光 整體就是會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來補充 賽的一些方便的功能 例如說 我們現在拿眼睛做示範 因為 我後來設定是比較柔和 但是 現在眼睛可能看起來有點 太強烈 然後 這邊有一個叫濾鏡的功能 打開 然後這邊有兩個 就是 它的視窗 你可以調 調它的 就是 顏色啊 色相的顏色 去變換你 喜歡的 眼睛顏色 可能你後來覺得咖啡色不好 你就可以 變個顏色這樣子 這個樣子 然後這些功能 你都可以去試 像現在我希望 眼睛可以再稍微淡一點 那我就可以用 陰度呢 讓它往右邊 稍微調淡一點 對它還有更柔和的感覺 那 這邊有 預示 你把 Intelligence Gi Vergleich 來打勾的話呢 它來 categories 就是帮你呈现如果你这样调了之后会呈现样子 然后按确定就会完成 然后还有头发也是头发像这边都可以变换颜色非常方便 可以看你喜欢什么颜色比如说蓝发之类的 这真的蛮好玩的大家都可以就是利用这个功能去试试你喜欢的颜色 那这样我们就已经把人物的上色都完成了 那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再到粉专询问咯